投资本圈 助理您的投资决定 我是段杰 在我身边有李卓峰 陪我们一起来聊 投资方面的话题的 同样也是 我们注意到市场上面 不知道是不是在美股那边 毕竟离我们主要的 这个疫区比较远一点 他们对于这个病毒 带来的这个担忧 似乎是有所旷散 就是这个退散的一个状态 已经两天 我们看到是美股 有一个比较好的 一个反弹的一个走势 先来请教一下 您会觉得说 美股的这样的一个 反弹的走势 是不是又再一次要打破 大家对于它在一个高位 已经是很危险的 这样的一些言论 这个也是 这个过去一段时间 维修美股来说回调以后 再重新再来升 就是昨天晚上 还是一直来说 还是一直维修 调整以后 又在这一波来升 还是比较大的动力 特别是你发现 就是S&P500的 就是那种股份 还有Lastab 比MISD 就是Dow Jones那一边 还是要升得更多 所以 就是集中的基金 就是集中在什么意思 集中在哪个科技股上边 对 就是看见 其实那只又是新高的一些位置 对啊 就是你一看 就是Dow Jones那边 这两万九啊 两万八千八 可能都是最以前的高位 平手差不多 就高一点点 不以为拉升得特别多 这我一期高位以后 都市场上面 都会有一个说法 说现在就唱高位了 很危险 这PE很高 其实坦白说 PE真的很高 可是我们要看见 这两个事情 PE其实跟 还有它的股市率 很低 PE拉得很高 所以那是另外一个说法是 这肯定了 要是你PE很高 使用率很高 那就是你派股票的利息 肯定会很低 这个是肯定算对的 可是我们今年要知道 去年减了三次利息以后 今年两万储局 其实就不会再动这个利息 可是美国现在看见的是 它自治的 还有传球的金融环境不太好 所以今年的两万储局的主席 也说过 还有之前的 Barkett也说过 就是他 要是美国经济 还是在这边那么稳 那么平 水平的状态 就去走了 他能做什么 他把通胀 Inflation的那个目标 通胀的目标 再拉高 那是什么意思呢 他把现在的通胀目标 从二 拉到三 的意思是说 我可以把在市场里面 提供更大的流动性 那资金会更多 虽然我今年的历史不减 可是我民意的利率 会再下降 所以你把钱放在银行 肯定会收出 更觉得没有意义 更没有意义 所以现在那么小小的 为什么S&P500会一直 地拉动上去 他股市不多 可能是一到二之间 可是他对比 未来一年要是 通胀我们也拉高了 他的这个股票的 历史来说 已经算是不错了 所以基金放在哪边 还是比较稳一点点 就是这就是跟我们解释了 为什么这个可以越深越有 哪怕大家觉得说 投资进去 我们那个吸引力 变得越来越小的时候 他的那个股市的一个动力 到底在哪里 真的是怎么办 好强势的一个状态 也跟大家看一些数据吧 这个美国方面的 比如说像是 刚公布的工厂订单 也是一年半最多 去年12月的工厂订单 总值增加有1.8% 升幅也叫预期的1.2% 要来的大的 其中扣除运输设备订单 升0.6% 扣除国防设备 则是跌了0.6%的一个位置 有一支个股 很想向这个周峰请教 这个也是我本人 非常憧憬的一支股份 不过这个股价已经很高了 不知道怎么样来操作 问一下您 说的是特斯拉 特斯拉昨天股价很特别 它其实盘中的暴涨 两成多两成四大概左右 接近970块钱 我的妈呀 970块 你知道之前我们还在担心 它就是 这个破产 对 这样的状态 那韦福呢 它虽然是算是跳水收盘 但是人就搭账 大概有14%的 收报了887.06美元的 那其实我们要知道 今年以来 它已经又升了一倍多了 这个它的市值 1600亿美元 大家已经在想 这个应该怎么样来理解 超过900块钱的特斯拉 可是我们先看看特斯拉去年 你要知道它从300多不到400的时候 一直化水到跌破一半 跌破200 其实这个说是年代的一倍 是什么意思 现在才2020年的2月份 我们不是从177块开始算的 对 要是从哪个位置算 这更加夸张 其实这个转捷在哪里呢 其实去年特斯拉 是销了1.1 billion 这是11亿的美元 在打市场 做研发等等 主要是打市场 它的主席 就是Mark 还是在市场 在做一些很晚的方法 是我要做私有化它 我要做围扣等等 我哪个时候也以为 它差不多要破产 为什么 一家公司处在一起沙跌 主席说 不怕这家公司多好 我打算把它私有化 结果私有化还不成 还不成 然后它原来变成是一个泡沫的一个 对 连资金都是人家疏杀吗 还是什么 各种猜测 对不对 各种猜测 人家钱都不给你 它直接插水 可是之后转的点 其实从去年的第四级 Model 3以后 还有它确定落实 在中国生产 这个Model 3 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很有关系的 你看这么快 建厂给人带来的那个憧憬 还是很大的 对 它的自行力 在execution 自行力很快 在中国已经在采购电池 在建厂 在生产还是在卖 现在的疫情 就是肯定有影响 可是长远来说 对它的长远布局是很好 可是第四级 还有另外一个是什么 它确定销了1.1个 11亿的美元 它第四级的cash less cash 就是它现金流 进入的 那个profit的盈利 其实也有1亿美元 就是它打的钱 打对位了 人家看见 你懂了 你懂怎么挣钱 因为为什么我们看 Tesla是一个泡沫 因为它一直在R&D 研发上面 一直在框钱 在就是 它卖的其实基本上不挣钱 就是一直在打品牌 市场见用率等等 做software 元件 电池等等 其实它的电池能够出口 它的电池能够 所以之前fork 就付特的说 你不要做车了 车了你亏钱 你卖电池还好 你卖电池还能挣钱 其实这个是说对的 可是它要不要做而已 第四级的Tesla 扭转跟以前不一样 感觉是你一直在亏钱 你在做故事 你就是只有主席 在说故事的方法而已 去玩这个财技 可是从第四级看见 它这整体的business model 只有个完全的扭转 还有led cash 有现金都传在这边 所以它的股价突然今天 就从200块一直在来升 可是现在在RSI上来说 我就不敢借手了 因为昨天这个 因为昨天收盘的时候 我们在技术上面 出现一个比较大的强上瘾 就是我们上面的压力 耗受压力 短期会有一个比较大的波动 要是要习惯Tesla 还是要 我看是因为现在的RSI 就相对强越指数 从小说 应该已经过了85以上 已经到85以上的一个状态 我不知道它要 就算是有些调整 如果大家觉得说 还是看好的话 反而是有些机会 也不一定是坏事情吧 也是这样说 但是有一些 就是孤空机构 大家也是比较熟悉的 相源方面 看一下它是怎么说的 它现在觉得说 特斯拉已经成为 华尔街的赌场 大家也知道 它比较出名的是 做一些空头方面的 一些情况 它现在发布了这样的一个 我觉得算是看空消息吗 它说我们喜欢特斯拉 曾经的承诺 永远不会再做空 但是当散户开始 驱动这个市场 我们相信 即便是特斯拉创始人 马斯克 假如他是基金经理 现在也会做空这支股票 这和技术也就没有什么关系了 特斯拉已经成为新的 华尔街的一个土厂 其实我觉得这个是很有意思的 因为刚刚你也是说到 其实有些人都会觉得说 你干脆卖你的电池好了 你干脆卖你的软件好了 有些看好的言论就是觉得说 你知道他们是看几千块钱的 对吧 他们是在那边觉得说 特斯拉以后就会像是苹果一样 因为他就可以卖软件的 但是也有一些人就会觉得说 有可能特斯拉始终还是一个 像比特币一样的泡沫 所以说这是很两极的 但是刚刚你会同意这个基金的 他现在的一个言论吗 至少现在这个位置 他会觉得说已经没有吸引力了 现在的风险很大 它的波动性很大 这个是跟 常常说跟赌场就是一毛一样 就好像以前有一段时间的 比特币到一万多的时候 突然下到四千 就再求成拉升到一万 可是我们不能把自己股票 这是未来的价值 因为Bitcoin是没有未来价值的 它就是一个Coin 所以还有没有底层的资产 可是Tesla 它下面的赚利很多 最少它真的是一家公司 可是你跟苹果比 也比不了 因为它 Net Cash的income 就是那个 现金收入增加是去年第四级 但是过去那么多时间的 唯一一级 所以你要 可是人家苹果是什么呢 人家苹果是从 就是个Cash Cow 就是Cash Cow 它在2015年之前 有三千亿美元 就是海外团住 就回不来美国 直到就是 直到这时候换你总统以后 就是川普上台以后 才用没减掉税 它钱才回到美国 现在 Apple在加大投资 在其他方面 不管它现在人家说 Apple的哪些 创意或者怎么样 很低 可是它也是一个Cash Cow 对 所以这个不能 两支不能比 你不要把它换场 称是Tesla 是未来的Apple 当然它有机会 你自己看它 财务报表 有没有慢慢把它 现金慢慢进入进入 开始生产出来 要是没有了 它不是一个Apple 好啊 那也不要就是想太多 但是这个短期的风险 大家也是需要留意 也跟大家来跟进一下 另外一支个股吧 说的是比亚迪 因为早段的时候 也看到同样是这种 它不能算是特斯拉概念股 至少是特斯拉在内地的竞争对手 今天拉升得很好 今天能够有反弹8% 是特斯拉的效应吗 应该有一点影响吧 因为它大家都是在技术上边 因为现在特斯拉就开始为采扣 就是国内的 他们可能是竞争者 也不一定的 你要想想是 然后关系是Apple 我们刚才说Apple Apple跟Samsung的关系 就是Apple跟Samsung是不是 是一个竞争者 可是他们也有商业关系 对对对 你的芯片我做不了 在亚洲做到那么好的 一些采扣以下都没所谓 反正有那么少的部分 会不会现在 就是特斯拉已经在国内的几个厂 比如说虫砂等等 就是已经开始采扣的电池 可能其他配件 accessory等等 会不会在也会想 因为始终在做电池切 在国内的龙头企业 肯定是比亚迪 第二就是在这个 现在桥楼慢慢地 因为国内有新能源汽车的补贴 所以在今年还是在习大大 还是说新能源汽车 一个大规模的成长等等 原本的比亚迪 是一个不错的一个说法 现在特斯拉在中国打起来 为把整个市场的业度提升 就是人家对电池切的需求 对着兴趣为增加 那这个其实对整体的电池切市场 还是有利好因素 我的想法是会不会 特斯拉也会跟 就是这个比亚迪 也说会不会踩扣 但这个不是真的 这个幻想而已 就是Apple跟Samsung基建的关系 所以它现在最近的调整以后 其实它从40块钱 其实去年 一直在45的位置来说 上17到40基建这个区间 其实打了一个很好的底 现在当然 现在压力区还是越到了49 也是差不多到压力区 现在去买也是没什么意思 可是对后市来说 还是对整体的中国市场 还是会比较好 好啊 那大家作为参考吧 不会已经是 升上来的一支股份了 或者说是从地位 已经反弹上来了 先去一下广告 广告过后我们再聊 好啊 好啊